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讨论的是Excel函数应用里面的 上函数的巧妙用法 我们来结果公主板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来讲呢,我要统计什么 大安区的总销售箱数,有没有 它这边会有这么多个,各个区域的 那以往我们的惯例呢,我们一般都习惯用什么呢? 上衣服,上上prodata,都可以完成 那如果今天来讲呢,我要统计这个 箱数的话,我们用最简单的,各个版本都可以用的 上,这个地方 它是几乎什么版本都可以用的 然后呢,注意到,上第一个,这要做这个公式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要在这里面呢,再按一个左括号 我要给它一个条件,什么条件?A2到A122 要等于什么?等于我开头的那个储存格 A2储存格,有没有 A2储存格 然后呢,右括号以后呢,我要干嘛 A2储存格,抓到等于以后呢 再乘上V2到V122的数值 然后呢 整个 Enter起来,它就算出来了 106868,有没有用上来做 那很多人会看不懂,那我们来讲一下 什么意思就是在这里等号 第一个,A地区是不是等于 1,2,1F4 因为我要把公式扣下来 VS,有没有 VS3,3就代表它是大安区的 然后呢,重点来咯 你这算出来是干嘛?真假 真假以后呢,我干嘛 我要统计它的什么,相数 所以我会在这个公式里面 再加上一个什么东西呢? 乘以它隔壁这一个相数的部分 但是因为先乘数后加减 所以你要先用判断式干嘛 先把它框起来 免得先乘数后加减造成错误 所以这边出来是0 VS,VS就是0 0乘以数字就是0 然后这样点点一下 有没有 这次就跟你讲 大安区的每个的什么 相数都算出来 最后呢,我只需要干嘛? 做一个什么动作? 加总的动作 有没有看到,上 就加总的动作 它就算出来了 所有的那个相数了 那有的人会习惯用上prodata 等到上prodata 实际上它也是一样的重点 是A2到A122 等于什么? 一样是等于什么? E2储存格 有没有 乘上瓜糊 V2到V122 要注意到的一点是 这边的列数 A蓝的列数 跟V蓝的列数 要一样 那算出来才会怎么样? 匹配 注意到这个地方 按Enter 它也是干嘛 106868 有没有? 一样 那甚至于到了2013版本 上以乎的函数 我们来做一下 上以乎函数 第一个它会跟你讲范围 范围什么? 范围就是什么? A2冒号A122 然后到点 准则是什么? 准则就是这里 12储存格的资料 然后呢 第三个参数要计算的 加总的范围 加总范围就是什么? V2冒号B122 有没有? 右刮号 好,那后按Enter 它也算出来 106868 有没有? 那这个不同的版本 你说哪一个函数 正确到没有 只是说看每个人的习惯 只要做得出来 资料正确就好了 那不管哪个函数都可以